欢迎收听杰斯聊的小节节 NVN10日2023年12月11号 星期一晚上到9点半 那今天是我们聊新闻第44集 也是我们的EP304 终于突破了300集 那这个期间会跟大家聊聊 里程饭店航空相关的一些新闻 那如果你有兴趣觉得这集不错 那你可以往前听 我们其实现在都把标题写的 我觉得蛮清楚的 你可以很轻松的可以去挑到 你想要的技术 想听里程有里程 想听饭店有饭店 想听QA有QA 想听新闻有新闻 当然还有一些 我生活当中的一些迫事 那像最近这个EP302 坦白说 我已经大概在最近50几 我都不太敢放个人导向的东西 因为真的要让自己这么暴露 是一件很不舒服的事情 或是说其实从别人角度来讲 是一种很勇敢的事情 那我后来还是决定放 因为我相信 我相信这样做是OK 我相信这样做是对的 然后我最后放了我也觉得 我没有愧对别人 我只希望说 我只希望说大家听到 也不需要把我当做的 我就是谁 就是某一个人 就把他当做是一个很远端的朋友 或者是一个广播一个故事 这个人你永远都不会听到 不会碰到 你也不知道他是谁 但是或许你心有其心 或许你觉得说里面有什么东西可以去思考的 我觉得这个才是节目的重点 我并没有想要说真的要靠这个东西做什么事情 或者是至少到现在都还没有 以后我不知道我不敢跟你保证 有可能就做一做 现在正式起来那我再考虑 但是现在我就觉得做一步算一步 然后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 那很感谢很多人在302集之后的一些送暖吧 就是各种行为 不管是言语 甚至有人记性 有人 其实没有很多 但是每一个人都蛮真诚的 就是以我们节目的比例来讲 我觉得还蛮真诚的 非常非常感谢大家 其实那里面有可能也会得罪到一些人 我觉得这不是我的本意 因为我的本意是在检讨自己有什么遇到什么状态 或者是我自己到底怎么了 那这个我从上周上海回来之后 就不断的思考这件事情 我在迹象完全进入一个心流 才觉得说我是不是把我生活的priority搞错了 例如说举个第一个例子是 你知道我每一周都会写这个notion吗 我都会把这个新闻都会上面写个notion notion其实就是把今天的新闻 简单的这样表列出来 原本的开中命运的 原本的 根本开始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我觉得 有些东西没有看到东西很难具象化 或是说有些东西我可以讲很深 我也可以讲很浅 那不如我就留一个隐信 因为其实这个就是把一大部分新闻都压缩在一起 然后我挑我的兴趣 或者可以讲的东西去尽量延伸 所以一集其实可以30分钟结束 也可以三个小时结束 这都绝对没有问题 我可以无限延伸 但我想说必须要控制在一定的量 所以也让大家知道说今天有什么新闻 甚至你可以选择今天这集新闻 你不要听 你可以选下一集等等的 我就是希望以使用者的角度去思考 要怎么样去听节目 当然这个 我觉得这个对于做频道 其实是几不友善的事情 第一个我要花费很多工 然后大家第二件事情是 我会影响到某些技术的点阅 因为这个东西 像如果讲激情的这些东西 例如说讲非戒激情 其实没有人在乎 其实没有人特别在乎 有些人根本就不认得 所以就是要举捨 但我后来还是决定 我如果只听之后 我会喜欢怎么样的节目 我就是怎么样去做 比较像是这样 所以这样我才能收集到一些 真的也喜欢我的人 我就不会需要不断在讨好 是我的人 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没办法讨好所有人 我们也都知道我们只能 只能尽量的做自己 其实我们今天如果每天都在讨好所有人的时候 我们就会把自己累死 所以OJ你不断的在调整 然后最近也听了这个阿该的节目 他是这个闺蜜嘎嘎叫 他是一个一个podcast 叫闺蜜嘎嘎叫的主持人 那他也是单口 虽然他极度常找别人来 我可以感受到他的 这种高明或这种思路 真的有时候我觉得 他完全 我完全知道他在想什么 我完全知道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我完全 我完全懂他的脑袋 我不能说完全 就是我理解他在想什么 这样 那这就是我在听他的节目的时候 的一些感受 那我想说 后面其实有些人听我的节目的时候 也有共感 也是这样子的感觉 他觉得 世界上还有另外一个人 也是跟你很类似的 你可以 你可以理解他的想法 他也可以理解你的想法 你就是自己比较没有那么孤单 所以其实这个 这个是一个蛮奇怪的感觉 那我还是得说 闺蜜嘎嘎嘎叫这个名字 我真的 我那时候看到 我想说又是一个这种闺蜜嘎 男同志的节目 前百不知道有几百个 所以我想说 我那时候其实没有很想听 我想说又是男同志 我不想听 虽然 因为我想听一些 我的同音层外的东西 我不想再听更多男同志 我已经听很多男同志的节目 你现在所有男同志节目 我都有听 我说我不要再听了 但我听下去就觉得说 它是一个蛮特别的存在 所以如果你喜欢这种 有时候会比较心灵系 或者说 我不能说把它归在心灵系 而是它真的是蛮细腻的一个 一个主持人 所以大家无聊可以去 可以去听一下 它急速也是非常多 而且也蛮会 跟我也蛮会查出去的 蛮好笑的 我就觉得原来别人听我的节目 可能是这种感觉 那就推荐给大家 好那我们就直接进到 再插一个 我在上海之后 回来之后 我有录一集 那一集其实就是在 那一集录了两个多小时 就一样我一个人单口 像两个多小时 来讲说 我这趟去上海的一些Culture Shock 还有一些算是旅 就是经历 算是一个流水上旅游 但是后面又开始来检讨自己 因为我最近的心态 都是延续在EP302的概念下 我想说我没有朋友 其实会不会 其实我根本就是 因为我太难约 但其实我不觉得我很难约 我的时间都是空的 还是说我给别人 那种难约的感觉 我就是不断的在想说 所以是我IG 让大家感受到什么事情 就是我不断的 在检讨自己的问题在哪边 但最后还是没有结论 最后就觉得 可能真的就是 真的就是大家不够了解我 或者是我没有让人家了解 我不知道 好那这集是聊新闻 所以我们就聊到这边 好 告一段落 那我们来讲今天的新闻 今天新闻其实相对来说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新闻 坦白说 所以发现我们在前面 越讲越多废话 就表示今天新闻相对不重要 那我们想听一些很重要的新闻 去听上一集 因为我们每周的新闻 大致上都不会重复 大致上 好那上周有讲一个新闻 第一个就是看物 上一周其实有讲 阿拉斯加克跟夏威夷航空的 合并的这个新闻 那我在 在这个讲话的过程当中有带到 说阿拉斯加克跟夏威夷航空 应该是他们国内的第四第五 第四跟第五名的 这个 这个 第四第五大的公司吧 国内线的公司 不能说国内线 就是航空公司 但是后来我发现在网络上看到 这个雅虎财经 他们就讲说 其实这个阿拉斯加克 夏威夷航空 其实他们并没有那么大 像阿拉斯加 他们前三大当然就是 Delta United 跟American Airlines 那第四名呢 其实是Southwest 再来是Jet Blue 再来才是阿拉斯加 其实阿拉斯加跟Jet Blue 是这个旗鼓相当 所以其实已经是 一二三四五六 可能是第五名或第六名阿拉斯加 那这个夏威夷航空呢 它其实只能排售是前十而已 在他们的 在他们的美国的这些 美籍的Airline里面 所以其实它并不是我讲的 第四名跟第五名merge 那应该不会有反抗阿斯的问题吧 那其实是第五六名跟 反正前十名有两个人 这样子merge并购 那这就是一些 一些刊物 这是小刊物 不是很重要的刊物 好那我们就来进到 今天的第一个主新闻 第一个主新闻是热腾腾的 是今天 今天在华航的一个班级 本来是飞日本的高松 后来在这个机枪的时候 发现挡风玻璃破裂 就有一个裂痕 最后是转向打板 这个挡风玻璃是驾驶舱的那个 所以是驾驶舱那边有裂痕 这个直飞的飞机是A321NU 其实是一台新的飞机 这也是我觉得这个在华航 我少数据的时候 他这台飞机算是好大的飞机 结果党服务力破裂 那原本他原本要降高 从最后是转降大阪 然后让这些乘客呢 用其他的交通工具去赶往 他们原本要去高松 所以我的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是降大阪 那他新闻口有指出说 因为这个考虑维修量能之后 最后选择转降大阪 那我不太确定为什么 这些班号是CI-7720 这个他们很多日本的航班 其实也都是用A321去做直飞 那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一些轮班 那这个就大家可以再去观察 这个A321也是一个相当 我觉得是相当安全的一个飞机 那这个应该都是属于个 这个属于个例 而且也没有造成任何的伤亡 它只是破裂而已 破裂也就破裂 那后来他们当然就协助这些事情 后来也没有什么大碍 那既然讲到华尔航的日本线 我想这个 我其实很常会讲这个增班的消息 就是增开了一些航班 例如说日本线又多了什么高松 又多了什么另外一个叫什么 熊本之类的 那其实华尔航最近在日本的增班 都非常的凶猛 凶猛到想说他们是挖到飞机的吗 不是挖到石油 因为现在是你挖到石油 你有钱都买不到飞机 现在飞机非常非常的排 这也是我们最近也常在讲 这谁又订购了什么机型 谁又订购了什么机型 我们都会讲说它什么时候才会交机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订 是2026年之后才能交机 它不是说什么 马上就会给你一台 不是 但是最近华航真的开太多日本线了 多到一个步行 而且很多都是可能有加大机型 或者是可能原本是一周飞两班 一周飞三班等等的 所以大家其实可以利用华航的这些线去 去日本去玩 因为基本上现在对于所有航空公司来讲 日本线都是在掏金 真的你看很多很多的东南亚航空公司 怎么会来突然飞一个台北大阪 为什么突然飞一个台北东京 所以它不是什么东南亚的联航吗 怎么会这样 他们最后就是利用第五航权 他们从他们的base 回到台北之后再载一段台北东京 他们用这个来捞钱 他们用这个来捞钱 所以现在来讲台北东京的价格还是 我觉得还是居高不下 如果你台北东京你想要搭来串通航空 可能还是要一万五一万六以上 甚至廉价 甚至像明年的过年 有一个某航空的地勤 他花了四万块买了一张 明年过年的机票 对它是地勤 然后他还花四万块买了一个 台北线的经济厂 我真的觉得 他这种概念应该就是 自己的年中自己花 应该是这样 还是自己赚 自己赚完之后 然后再给公司再发给自己 我不知道 反正我觉得很夸张 走至现在日本线 大家还是好好利用 我们常讲的这些 维珍航空去换华航 或者是ACAV去换苍柔 或者是阿拉斯加去换幸运航空 这真的你会帮 你会省到很多很多的钱 我今年所有的票 全部都是里程票 或者是外战出发的这些现金票 外战出发的里程票 这些票都相当相当的便宜 好 那就讲到这边 下一则的新闻是 巴基斯坦的空服员 他们就是有一个航班 然后飞往加拿大 但是他飞了加拿大之后 结果他们的空服就溜走了 真的 他真的这样写 他就说 PIA flight attendant continue to slip away after arriving in Canada 然后他的副标很好笑 他说该航空公司的空服员 再也没有搭乘返回祖国的航班 这个原本是英文 但他翻的真的很有趣 那就是巴基斯坦的国际航空公司 PIA的一名空服员 在乘坐从拉荷尔飞往多伦多航班之后 然后在加拿大失踪 这个新闻是在另外两名空服员 在加拿大失踪不到一个月后发布的 所以这不是第一件事情 这发生过好几次 空服员去 就单程的空服员 你有看过吗 服务完咯 然后下班咯 然后就跳机了 超级好笑 那有些人就说 这个其实原因是因为 最近巴基斯坦的国家航空公司的状况不太好 从2023年8月 执行长就说 他预计今年的亏损会高达4亿美元 这非常非常的夸张 所以说那甚至他这个亏损是比2022年还要大 你想说对我们来讲 已经2023年是已经开始复苏 甚至今年这个超级航空还在喊出 有几个月的这个年终 对不对 但是结果你看隔壁的这个PIA 空服员都直接跳机 好 那这真的很好笑 那也有这个PIA员工也对他们的这些工作条件相对不满意 2023年8月 该航空公司的员工因缺乏加薪和反对航空公司一切私有化而开始抗议 PIA邀请员工讨论加薪事宜 然而反对航空公司并没有承诺是否会对于这种私有化 这个私有化就是民营化做出任何的妥协 反正这个很有趣这就当得趣文来讲 刚刚我不想提到这个长荣的年终这件事情 其实长荣在今年是大转嘛 去年我印象中好像是 好像是拿两个月吧 好像是拿两个月的年终 那今年绝对不会是这么低啊 而且依照公司的尿性一定是在年底之前 把钱给发出去 因为年终发出去就可以当作是劳务 就是可以当作是这种支出嘛 就是劳务的成本 所以一定是会在年底发 那究竟会发多少我不知道 但是应该是创新稿 应该是会创这个进行新稿 因为真的是赚太多 现金太多了 那他们现金太多 而且他们今年对于 他们今年对于这个里程计划等等一些改变 也大幅的放票 就我所知是因为会计计账的一些更正 所以我怎么怎么想都觉得 今年长荣的年终会非常的漂亮 不管是 这边讲的长荣 可能会讲长荣航空啦 就是空服地情跟集市这部分 如果你是长荣航太的话 那可能就另外一回事 总之今年算是他们熬过疫情的一个 一个甜蜜的果实吧 也很恭喜他们 那隔壁的华航 我也不知道会讲什么样 但华航已经加薪过两次了吧 预计明年还会再加薪 所以这也是一件好事情 但我真的也不一定会觉得说 现在这个状况是好的一个状态 为什么 现在我们常常在外面 就是一些餐厅都会看到说什么 他招他四万五千块 招一个储备干部 我想说四万五千块 就是四万五千块 我常常讲我第一份工作是两万八 而且我是公正师 大家人呈现的公正师 我第一份工作两万八 现在出来工作都四万五 到底是经济太好还是怎么样 还是通货膨胀 很难说 我也不知道 所以现在像铁饭碗 其实相对弱势 这个真的不是铁饭碗的年代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空服的话 或者是 如果你今天是航空的地勤或空服的话 你断钱跟大家的差距其实只来越来越小 我只能这么说 就是这样 接下来我们来讲卡达 卡达航空 其实我原本这一则上周就要讲 卡达航空其实现在可以在线上开国大航空的票 听起来很棒 但是你在结账的时候会遇到问题 目前来讲这个都还没有修复 那这个是好事情 表示说他们至少尝试说去串通 至少你可以 未来应该可以在网络上直接换到CS的票 就是从卡达航空的网站或APP直接去查 那目前结账有问题 但是绝对是好事 为什么 因为卡达他本身是 One World的短层之王 是还宇家的短层之王 那他自己的这个货币又是Avios Avios只是 还宇家里面 One World里面的一个最大的货币之一 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看好这个东西 非常非常看好这个东西之后 可以变成一个很好用的东西 那我最近都还是比较低调 比较不会去讲卡达航空的里程计划 原因是我觉得想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所以如果你真的 你是还宇家的拥护者 或者是你有还宇家的里程 甚至Avios真的 你应该好好去研究还宇家去兑换 这个像我们亚洲航线 基本上都是短层航线 有非常非常多的亮点 有非常非常多的亮点 它是在2013年少数改好的一个里程计划 那为什么会这样改呢 他们应该有他们的想法 他们应该有他们的想法 但总之啊 卡达航空的短层之王 大家一定要去研究一下 那他们目前的开票方式 我应该在 我这个节目300多集有讲过两次 讲解难一点 就是你在网上找到之后 你可以semit一个request 你就在网上点点点 他就会跟你讲说 好那你选这个航班 选完航班之后 他就会通知你 如果有位置的话 他就会通知你 他不是说网络上直接看得到 他有没有这张票 所以你点完之后 你就收信 收完信之后 他里面可能会有一个缴费连结 你就交完就出票 所以他的过程比较像是说 你好像填了一个form 填了一个表格之后 如果有位就会开票 那如果没有位置的话 那就会跟你讲说没有位置 所以一样 卡达如果你要看票的话 你直接用银行去查就好了 直接用银行去查就好了 大概就这样 就帮到这边 这个已经讲很多 这已经快讲完了 好那下一则 下一则这个新闻 是维珍大写航空 维珍大写航空 就是我们常说VS 他在兑换 达美航空 Delta的这些里程票 有个显著的贬值 那详细的细节 我不多讲 因为这个贬值的细节呢 对如果你VS的台湾人比较没有影响 那VS在美国的人的话 他没有贬值从美国出发到欧洲 或到英国 他们这部分都没有改表 所以他改表其实是 像未来即将要开航的这个 达美航空开航西雅图台北 这个东西呢 其实是会贬值的 它其实是会贬值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 现在要努力去兑换 这个的话 那你要在Sherge 31号去 兑换这些 用维珍大写航空去兑换Delta 因为在1月1号的时候 这个会有一个非常非常显著的 非常非常显著的贬值 那所谓的贬值就是 你需要花更多里程去换 同样一段行段 详细的细节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Notion Notion直接把那个表 直接列出来 有before跟after 那 像我这边有个举例 我其实有写一个举例 那从西雅图台北 未来即将开航 这个西雅图台北 它是在6000 它这个总距离是6074米 那 这个急距其实是在 他们这个表上面最大的急距 最大的就是6000米以上 那原本经济航是 4万5千里 即将涨到6万5千5百里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例子 那大家就自己去稍微看一下 我觉得我写的算清楚 下一则新闻是来自日本航空 日本航空 我们原本说它即将在上个月11月24号 会有这个纽约的首航 就是A350-1000纽约的首航 我们之前不是有讲过说 他们的新的党整站看起来非常非常不错吗 那这个不断 这个计划不断不断不断的推迟 那这个事情呢 现在预计又改成1月24号 改成明年的1月24号 那据说是因为供应链什么东西 怎样怎样怎样 所以不断的推迟 那所以最后呢 我不知道会不会再改 因为连这个日期都还是预定而已 那即将使用的航班号是JL5跟JL6 那同时间也有人发现说 他们未来第二条会用A350-1000的航线是达拉斯 就是机场代表是DFW 所以这个超怪的 超怪的 你第一条A350-1000的航线是纽约的话 通常大家要逻辑 你第二条就会是伦敦 但没有 第二条它竟然是达拉斯这个航线 我觉得非常非常神秘 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神秘 所以不知道 我也希望这个A350-1000的国际版本的 国际线版本可以赶快进来 真的太慢 这delay太多 那么目前好像只有一架还是两架而已 那就期待这个日行可以顺利 那如果你要兑换的话 用里程 现在你兑换这个 你要确认你的班号是在1月24号之后 然后是JL5跟JL6 那时间有可能在delay 但是班号应该就会是5跟6这两班 那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为什么一直讲班号 如果有些人想要体验这个新的商务 新的头等的话 班号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好 那我们就期待他们一定真的会开航 那另外一则开航讯息 我刚刚就讲了是这个达美 达美总算是开航了西雅图到台北 那这个是一个很令人吃惊的新闻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达美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航班是 我自己是西雅图 西雅图成铁然后成铁台北吧 一个很奇怪的航班 然后还是还是从波特兰出发 我都忘记了 那真的好久好久以前了 那那个时候那个航班就 他不是直飞 但是这一次是直接从西雅图 直飞 直接直直直直直飞到台北 那其实今年对于台湾来讲 其实是个蛮有趣的一年 他这个UA 就是留在航空 他把SFO的航线原本是daily 原本一天一班改成 每天两班 直接乘以二 也就是每一周有14班 这其实很可怕 那时候想说这样真的有 有这么多客人吗 结果是证明 他的载客率还是相当相当的不错 那现在又有一个从美西 来辐射到台湾的这个达美航空 这个这真的是太棒了 真的太棒 因为我们现在如果要去西雅图的话 我现在如果去西雅图的话 我们的航线可能就是只有长荣 那长荣也在今年加了班次 原本他是七八七去做直飞 而且是daily 七八七的载客量 就是比777小 小上一节 而且有些是七八七 九一些七八七十 这样子去交替的飞 但在今年他的 好像下半年吧 他就改成七八七加上777 去做一个派飞 那一周是10班 所以777并没有daily 这个情况下我觉得蛮有趣 就变成西岸真的有这么这么多的客源吗 这是我比较纳闷的件事情 但他们会开一定是有 一定是有想过 那开有什么好处呢 就多来一家 竞争力就高 那票价就会便宜 所以很棒吧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消息 好 那这个他们代号 这一班的代号 从西雅图台北是DL69 那回程是DL68 大家可以去参考 这时间也相当相当有趣 从西雅图出发是中午出发 然后到台北是下午三点 这个时间坦白说是非常非常的好 但是也非常非常有趣 非常非常有趣 那从台北回去是下午的5点25分 然后到西雅图是下午的2点 非常有 然后这个直飞的机型是A339 也就是A330neo 也就是新宇有的那个 那一架 这是A330neo 那这个他的商务舱是可以平躺的 但可能还是不会像是宏喜桂冠上 或这种777那种 这么舒适啊 可能还是会稍微有一点点的拥挤 但这台本来就是飞 从西安到台北是没有问题的 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再补充一下 这个航班会从6月6号 明年的6月6号开始 开始直飞 而且已经开始在卖票了 那如果你想要换离城票的话 还是就趁这个VS还没有正式贬值之前 可以在年底前可以去换这个票 我个人是觉得还算可以去体验看看 可以去体验看看 那你体验过 可能就还是可以搭乘荣回去吧 我觉得 所以如果你是base在西雅图 或是base在西安的朋友 美西的朋友 那这个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那我们现在来统整一下 我们来统整一下从西雅图出发 或从台北到西雅图这些航线 那目前常常是一周是10班 那未来不知道会不会变成14班 不知道 那还有一个常文是说 我好像一直想要飞 我好像一直一直在讲说 我要飞西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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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一直没有 我不知道是没有飞机还是什么 还是没办法决定是用350去飞还是什么 因为西雅图的客源 显然是不会像LA那么那么的多 或没有像SFO那么那么的多 那你今天你有Ontario的 你有LAX 你又有SFO 你现在西雅图又再开一个西雅图吗 那如果你今天西雅图 只开一个一周飞一班 那不是很低能吗 这个很不划算 所以你真的要开 你可能一周至少还要飞个三班吧 就人家隔壁 常常是一周飞十班 那他们一直说要飞 那当然有可能是等七八七来再飞 有可能是等七八七来再飞 那七八七它最快是什么时候 2025 2026 因为它今年才下单 你跟美国政府再怎么好 你也不会先拿到单 所以我觉得我不知道 我不看好说华航会真的开航西雅图 但是我确实很希望他们开航西雅图 那如果现在华航一直说开 结果没有开 结果达美从来没有听说 没有风声说要开 结果他开了 那他们又是共属这个Sky Team的 那是不是直接共挂就好了 会直接就是DL69共挂 CI1069直接共挂回来 变成西雅图 就69专线 也是不可能 也是不可能 因为其实Delta也是直接开Daily 也是很凶 所以我不知道 那还有一个重点是新雨 新雨明年要开航 新雨明年要开航 这个西雅图 那这个是一定是确定的事情 因为它时间带应该都是巧好的 那你就发现说 奇怪 原本在疫情期间 或在疫情 我只能比较确定疫情期间 大概是一周 疫情之后 是一周七班 就只有长榮飞 其他人都要去SFO转 所以我在SFO 发生那件事情 所以我就从西雅图到SFO SFO到台北 如果有直飞 为什么不直飞 但是因为长榮那个直飞 真的是买不到票 所以后来我才从SFO飞 那现在好 现在西雅图现在变成 一周十班的长榮 再加上一周七班的达美 未来还会有新宇 新宇一定是从一周三班开始加 它用SFO跟西雅图去 去这样子交换 它去这样交换 之后还会再加上daily 因为SFO最后也加上daily了 因为基本上你要飞北美 一定是要daily的啦 所以我不知道 最后就会变成 新宇七班 长榮十班 加上17 再加上达美七班 总共是24班 以前这个离只有七班 以前只有长榮在这边飞 然后只有 七八七 比较少的飞机来飞 现在直接增到24班 非常非常有趣 就留给大家去思考 那接下来下一则新闻是 也是一个传闻 是太行 太行传闻说 打算要订 80架的这个波音787 打算 然后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有趣 因为目前来说 我们来分析一下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太行 我们简单分析一下 因为我 我觉得有时候 我会分析的太开心 然后有些人就想说 我在听什么 太行它并没有一个 非常非常巨大的机队 它总共机队是 几台呢 大家猜一下 69台 今天神秘的数据是69 那总共 它们69台里面有 A32 A320 A321NIL A330 A350 900 然后还有波音777212 波音777312 波音7878 波音7879 它总共有12345678 8种 大概只有69架 而且这个还是目前在执行的 如果你飞BKK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说 怎么那边有380 怎么一堆380在地停 因为380就很漂亮在那边停 我每次飞曼谷机场的时候 我都会在下降的时候 我都会努力的看说 有一架380 两架380 三架是380 它就全部都停在机场旁边 我觉得好可惜 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没有要再用380了 很显然的状态 就是他们真的在克林亚斯不太够 其实疫情后 他们也是撑不回来 你想想看 我刚刚讲的8种机种 现在执行的机种是8种 再加A380 还有他们的747 我印象中好像还有A340 他们的 他们就是一个 这是杂货店 他们真的是买飞机的杂货店 就是这个买两架 那个买两架 那个也买两架 通常正常买反是什么 我这个买50架 那个也买50架 我就飞机就保持两种机型就好 甚至有些人拿A330 旧的A330 300 A330 200等等的 我也不想要换新的飞机 我就是A330 NEO 在接续人们 航空 在飞机制造商也是因为这样 所以才有一些737 MAX 或者是这种A330 NEO 或者是A330 NEO 这种信号产生 其实就是减少这种转业成本 包含说你航空公司 你需要一些买新的模拟机 你需要买 你需要去做新的训练 你需要买教材 你可能要送别人过去等等 会有很巨量很巨量的这种 这种花费 这种认真上的花费 所以我是觉得 我看不懂太行刀在干嘛 它真的很像杂货店 那它现在 刚刚是我的机队里面 它的787 787 800 跟着787 8 还有目前in-service有6架 787 9 只有2架 那现在这个传闻说 它要订80架的787 那是哪一个子型号 还不知道 但是它总共只有69架 结果它订了80架 这怎么听起来就 这是在玩吹牛吗 这感觉 我看这个信号就觉得超级好像 是你在玩吹牛 还是说你又突然挖到金光 还是怎么样 那787你要代替什么飞机 我也不太确定 因为目前他们的远程主力 起重可能还是A359 或者是G7300ER 那787你要 787当然对很多航空公司来讲 是进可攻退可守 但是其他载客量还是偏大的 那你要 你有这么多的这种载体飞机 应该说你有这种 中载客量的是A310 或是载客量比较低一点点的A321 Nio或是A320等等 你这样子换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不是说 例如说你737 MAX买几台 或者是你就是买A321 Nio 买个20台 然后在787再买个 也是买个20台 去做慢慢的去这种translation 去这种转换 那直接爆买80台 我真的没有看懂 我是认真认真认真没有看懂 所以不太确定 我是觉得这个很怪 而且航空公司到底是怎么样 在算赚钱或不赚钱的 就是这个他们到底怎么说 他们成本概念 不是这不是成本概念 就是基础 基本上你这有在算成本吗 这个好像真的是 真的就是挖到石油的买法 真的是挖到石油的买法 就是这个太皇想说 我今天想搭A320 我就搭A320 我今天想要搭空军1号 我就搭空军1号 今天我想搭A38 我搭A38 反正都停在那边 这个BKK有一大堆之后 各式各样的飞机 每天太皇可以自己选要搭哪一班 我不知道 就是我看不懂 那我们就继续的期待下去 那我今年做了两次的太行 我也觉得 要不是没有长荣 要不是我那段时间 这个长荣票比较贵 我每时也不会搭太行 那太行也很空 太行是空到爆炸 所以如果你现在觉得 没有关系啊 什么航空军事都没有关系 它便宜就好 那太行你是可以考虑 那就反正它也很空 你基本上如果你去四个小时 四个小时航程你要睡觉的话 太行是你很棒的选择 我没有看到这么空的航空公司 这么空的一个国籍的航空 大家就参考一下 下则是日本航空 日本航空又来了 2024年它预计要开航 东京跟杜哈的航线 其实这个新闻我已经看了一段时间 现在是正式宣告 说明年的3月31号 即将要launch一个 daily的航线 从羽田 从羽田到杜哈 这件事情用的是7879 这个型号 我觉得是这个也挺好的 我觉得这个是挺好 就以前如果我们要去杜哈 你大概就只能打卡打 现在你可能可以先从羽田 大家日航过去 然后再往欧洲 我觉得也是一种方式 对我来讲 只要你多开航线 我们就有更多机会可以去换到票 就是一件好事 这个代号是JL59 59是从Haneda到Doha的 回程Doha到Haneda这边是JL50 59跟50 蛮怪的 我以为会是59跟58 就是59跟50 我不太去信 这是不是这篇文章的Typo 但我看到资讯就是长这样 也给大家参考 下一则我们来讲饭店的新闻 总之后来讲饭店 今天真的是 前面还是不小心讲太多 第一个是IHG IHG最近开放赚卡 跟商业会会员 我不知道商业会员是什么 总之就是赚卡 你可以免费转让积分给朋友 你可以转让给别人 有一些限制 例如说每年的转让上限是50万分之类的 这一则新闻是从A加里程玩家这边看到的 目前还不太确定它有没有具体的 有没有具体的用处 或是有没有具体的玩法 因为我觉得玩最成功还是像上周讲的 HIGH HAT的Gest of Honor 我那个可能还是玩到另外一种等级 我觉得大家其实都在互超 不知道IHG会超的怎么样 因为每次IHG就是超完之后 大家都兴致确确 很有趣的一个集团 我个人是很常做IHG的 我坦白说 我所有的饭店集团里面 我最多就是IHG 因为IHG的便宜的房价真的是很便宜 他们最低阶的Harday Inxpress 是我完全可以接受的等级这样 这个好像每个人都觉得 我都在做什么博越四季什么的 没有我最常做的是IHG 非常非常奇怪 大家以为我就常常做HIGH 嗯好算了 那下一则新闻是这个MX 就是最近美国的美国运通 这边是美国的美国 所以你既然拿台湾的美国运通 那这则新闻不甘点的事情 美国的美国运通呢 它最近有个万豪联名卡 有一个非常神秘的定向 这个offer呢 我把连结留在Notion里面 你是刷4000块美金 可以拿85000点的免房券 那再下不踩 总算是重定向 我定向是怎么样都不会重 我今年是太金 明年也会是太金 我今年已经73万 但我就想说 我就每次都觉得说 所有定向都与我有关 但是总算有个定向与我有关 那它是你的万豪联名卡 必须要刷4000块美金 4000块美金要刷12万 要刷12万 很痛苦 只望去刷12万 再买 再买 例如说6张bug票 买什么的 不知道 还没想到 那就可以拿了85000点的免房券 那我上次85000点免房券 我拿去住 东京的Edition 我觉得还算蛮划 所以Edition真的是 离天下真的无力近 那也是给大家参考 这个活动大家可以看 自己去 如果你有万豪 你有美国的美国运通的万豪联名卡 那你可以去点减结输入卡 看看 那这个期限它到3月15号 这个刷卡 刷卡的期限到3月15号 那这个新闻是从 第一次 第一个是从这个群组的Vincent 去提供的 那我截图跟连结都在下面 你可以去试试看 那如果你今天想说 我今天拿的是大白 有个听众跟我讲说 我为什么都不行 为什么不能 我不能输入啊 为什么没有 我原本想说 那就表示你没有啊 后来他说他拿的是大白 那就没有办法 那大白也没有 因为他就是美国的 美国运通的万豪联名卡 那万豪联名卡 他有两三张 哪一张可以 我不知道 反正你就自己去输入 输入看看就知道了 大家可以自己试试看 但没有关系 如果你第一个定项没有中的话 我们还有第二个定项 因为美国的 美国运通的万豪的联名卡 他有第二个定项是 你购买e-gift card 有八折的优惠 这个很急哦 我现在录音线是12月11号 但是这个东西只到12月16号 那这个定项的offer 他会寄信给你 这个寄信的内容 应该说主旨 它的title会写 unwrap your holiday escape escape for 20% less 所以你基本上 你只要收取unwrap unwrap 如果你有美国运通的万豪联名卡 那你才有机会拿 获得这个定项 那也不是每个人都有 你必须要到这个信里面 信里面会有一组折扣码 这个折扣码在你购买e-gift card的时候 就是egc的时候 你输入 就会打折 就会打八折 那八折是一个非常非常否的 因为egc理论上是在所有的万豪集团 都可以直接付款的 那我是觉得如果有就买吧 那他有上限 还有几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说 你必须要一次购买完 你这个折扣码只能用一次 用完一次就不能再用了 那上限是3000美金 所以如果你有的话就直接买满吧 或者是说你就 例如说你就600块 然后分五张卡 就是分五张卡 但是一次结账 那你可能可以再拿去卖 或者是多少的 现在有很多人很多人在卖 都是卖九折 他就赚一点点 这一成的价差 那自己考虑 那如果你今天运气很好 你中了上一个定向 你中了这个定向 你中了上一个是刷4000 你可以拿85000的点房券 你现在又有这个egc 你真是暴戏啊 你真是爽到爆炸 因为这个是刷3000 你上一个offer是刷4000 所以你另外在想刷1000块 刷1000块美金 这个简单太多了吧 这个简单太多了吧 你直接去买一个 例如说什么除止一个PC用的购物金什么的 就结束了 所以我觉得这蛮简单的 那大家就自己考虑 真的去看一下自己的信像 有没有这个unwrap your holiday escape 这个东西 那我把这个标题的那几个字 放在notion里面 真的有时候就挖一下notion notion里面有时候有些亮点 然后就这样 我自己是没有 我自己是没有 我看了三次 你看一下垃圾的信件 看一下私物的信件 看一下trash 看一下spam 有很多那个信件夹 你就去看看 看一遍 说不定就跟我一样无助 你不顾着 那如果有听众 你有拿到 但是你不要的 拜托找我 我要买 就这样 好 那下一则新闻是booking.com 最近跟汉沙航空合作 这次新闻是完完全全来自Vincent 又是Vincent Vincent的提供 因为他非常非常喜欢在 不对 他非常非常的热情 愿意在群组里面分享 他所知道的优惠讯息 以及他对于里程饭店的一些理解 所以我就使人牙会 把这些东西给整理一下 告诉大家 所以今天我都会讲credit 那为什么收信过这么多次Vincent 因为很多都是他第一个贴出来的 那我就会以第一个告诉我那个人为主 虽然我知道很多都是新闻稿 很多都是公关发 但是第一个告诉我是谁 就是谁 那就是这个booking.com 跟汉沙航空的一个 算是一个导购 也就是说你从汉沙航空的 某一个连结点进去之后 到booking.com 你订的所有的方案都会 都会返利 都会有里程的回馈 以前其实很多网站都有 包含这个BA 包含VS 其实甚至连国泰都有这种所谓的导购连结 但是这次不一样 这次不一样在哪边呢 每次都说不一样 这次不一样在哪边 是如果你订房一欧元的话 你可以获得30里 这回馈超夸张 一欧元可能是35到40块台币 你可以获得30里 以前大部分都是什么回馈 什么2% 3% 你有看什么line.go shop 什么shop bag.go 这个超夸张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 你对于新闻有兴趣 你对汉沙航空里程有兴趣的话 请务必仔细研究一下这个东西 一样notion都有写 那我大概念一下我所知道的东西 你真的有问题再次下问我 因为这个东西真的太多细节了 第一个是预定的时间 必须要在12月31号指 12月31号指 也就是年底前你要定 然后再来是说这个上限呢 回馈的上限是15万里 所以你不能疯狂的洗 疯狂的洗 那它怎么样入账呢 它是在你退房之后才入账 所以你不可能先定 然后之后再退房 这不可能 它是在退房之后才入账 然后再来它的一个台币 大家可以拿到0.8到0.9的汉沙航空里程 怎么意思呢 我其实在下面有一个截图是 我去找了一间很贵的饭店 它一个晚上是4万台币 那它4万台币 它回馈了多少的汉沙航空里程呢 3万5 3万5 3万5超级超级高 你今天买一个 你今天订一个4万块的房 你可以回馈3万5 你知道这要怎么做吗 我等一下再说 我这要怎么做好了 我想把东西讲完 然后所有的订房 只要透过booking.com的 都可以拿到里程 什么意思 如果你今天是订一个Airbnb 有些房源它在Airbnb有 它在booking.com也有 那你单从booking.com 如果它的价格是一样的 你单从booking.com去 去订 那再来下一则的 下一个要点是最重要的 要比价 要比价 因为这个价格 有可能会比较高 也有很大的机会会比较高 那你要自己决定说 你这样额外 比如说你原本一个房间 1万块 它变成1万1 你又没有多花1000块 去买一点这种里程 因为1万1可能 你会有一万的里程 等于你又1000块去花 去买到汉沙航空 一万的里程 好不好算 你自己要去决定 但是价格有可能比较高 有些并不划算 有些真的并不划算 但是如果你本身 你今天发现价格 你又汉沙去导购 跟你原本定的价格 一样的话 那当然是先导购再说 你先不要管理程 拿来可以干嘛 先导购再说 所以因为这个到12月底而已 那再来是 汉沙航空它是立除新蒙 如果你今天这次的航空 的里程可能不够多 你想说小姐 我没办法住什么几百万房间 然后导购什么好几百万的这种里程 没有办法 没办法集成一个比较大块里程的话 那汉沙航空本身 有时候有会有里程特卖 所以如果你有不足的部分之后 再用特卖去补回 就补满 应该就没什么问题 所以而且汉沙航空也有其他的导购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汉沙航的这个里程计划 叫做Miles and More Miles and More 这个土航叫做什么 Miles and Smile 就是我想说 这什么好像都差不多名字 所以这是汉沙航空 这是汉沙航空 你可以先去申请一个账号 你可以先去申请一个汉沙航空的账号 然后透过这个连结去导购之后 你在订房最后 他会要求你输入这个Miles and More的账号 然后你输入完之后 他就会确认说 这个是有导购的东西 那你从订单上也会都会看得出来 好那这个是蛮细节的 那我再讲一个更细节的东西 是如果你今天申请在汉沙航空的账号的时候 你有可能会收不到验证 你可能用你自己的台湾手机会收不到验证 你会觉得好奇怪 到底是我的东西还是什么 有人会遇到这个问题 有些人没有 所以如果你遇到这个问题 而且悬而未决的话 没法一直没有办法解决的话 我建议你去下载APP 下载一个APP叫做叮咚 或者是叮咚 或者是叫TextNow Notion我都写得清楚 这两个算是美国门号的一个 你可以创一个假的美国门号 不能说假的 真的美国门号 那你就可以拥有一个美国门号 就是加一开头的美国门号 那如果你真的最后是走投无路的话 你就先用这个东西 先拿一个美国门号去申请 那这个美国门号 它很多人拿美卡的时候 也是使用这种美国门号 所以但是它有 它其实美国政府是知道 这些东西算是虚拟的门号 所以你自己还是要小心一点 那这些也有可能会收到一些奇怪的讯息 广告等等的自己考虑 但我们现在只是要申请一个账号而已 而且这账号 这个美国门号其实也没有到很重要 老实说也没有到很重要 所以大家各自去理解一下 那这个我是建议如果你台湾的门号是收到 就不要去创这个 就不要去创这个 那如果你本身就有美国门号 那你就有美国门号 那如果你真的走投无路 我再建议你再使用叮咚或者是TextNow 那像我自己是用TextNow 那我下面其实有放一些terms 就是它导购的一些条件跟一些活动 那你会发现说 为什么我点进去的时候 它就跟我说什么到今天为止 怎么跟小杰讲的不一样 没有因为你现在 他那个就跟你去抢票网站 他跟你讲说现在有30个人在看 现在只剩下三分钟 这个价格就没了 这个价格就没了 他就是一直那三分钟会不断延长 所以整体的活动是到12月31号 但是你在网站上可能会发现说 今天是最后一天 今天是最后一天 那都是骗人的 但是我们并没有办法有把握说 这个活动会不会提早结束 会不会今天汉莎或者Booking觉得说 妈的现在我已经 我原本预算播给这个活动只有1000万里 结果大家都报定 他报定一波 已经我已经要支出2000万3000万里了 会不会有这个可能 有 所以他可能就提早终止这个活动 所以我没有办法保证说 你订的时候有没有 但我建议你就尽早去检查一下 你明年的这些订房 那有没有办法去换 有没有办法就干脆 用汉莎航空去做一个导购这样 那连结我下面都会放 那我就来稍微讲一下 这个汉莎航空好了 那Vincent其实也有整理 真的很文心 因为汉莎航空非常非常不熟 他就说他自己觉得 汉莎航空的优点 他大部分都是使用 他就用单程的开票 他觉得这个优点是去兑换 例如说汉莎或瑞航的头等 汉莎瑞航头等大概10万里左右 11万里 再来是如果欧美的长组商务 单程是71000里 那澳洲的长组商务是56000里 还有再来 这个我觉得才是亮点 全日空 夏威夷的全日空 商务商是35000点 全日空的这个头等 刚刚一样夏威夷 夏威夷的全日空头等是65000里 这个超划算的 那是海归机 那是海归机 所以如果你今天 这个亮点就是 你今天从台湾TPE到HNL 你到夏威夷 你这样一张票 商务舱 两段商务舱 台北东京 东京 东京夏威夷 而且后面这一段还是海归机 A380 这样子单程只要35000里 这不香吗 这很香 这很香 你记得这35000里 我需要花多少台币导过才能过去吗 大概就是 差不多是1比1 我刚刚有讲一个细节 我再讲一次 一个台币大概可以拿到0.8到0.9的汉沙里程 为什么到0.8到0.9 是因为每一间不太一样 有些可能是0.8 有些可能0.9 这是我们 这是目前看到的 有可能更低 有可能更高 但基本上我们就当做1比1好不好 就很像台币跟泰州 我就基本上算1比1 我就知道它比较低 打个9折这样 我觉得这也是一样 所以如果夏威夷 全日空商务35000里 也就是说我只要订一间 可能4万块的房间 其实也不用订一间4万块的房间 我想总房费加起来是4万块 这不难吧 你今天去一趟日本 订好一点的饭店 订个4天 或者是说你一年所有的旅行 这样加一加 你就一张了 你就一张这个单程商务上的海归机 当然 当然 B节目还是 喜欢 很喜欢消毒的节目 你要先换得到才行 你要换得到才行 现在要查票 你要汉沙航空查票 可能也是明年11月 才有这些海归机的机位 所以 我还是建议大家要比价 然后不要做太大的梦 因为 汉沙航空我相信 如果你本来就有在玩的 你就会知道这个活动 那你现在才知道 你觉得说妈的太香了吧 这1比1 而且它导购 导购 这不是说我今天要花1比1的钱 去买里程 而是我只要改一个订房 就可以这样做 我只是给大家一个想法 大家去累积 累积之后大家也可以再提供 一些更香的航线 说不定你看到说什么 台北东京其实用长龙换 台北东京长龙航空 你用汉沙航也很便宜 说不定你可以提供给我 目前看起来最像就是 台北下围 这个海归机的商务 真是相当爆炸 这个也是推荐给大家 但是还是一样 里程真的有赚有赔 如果你今天 你在改订房的时候 真的要小心 而且也请先导购成功 先确定房间有价格一样 你的账号什么都有书 再取消原本的房间 不要很开心想说 爽啦 我的海归机来了 然后就先取消 那一定会出事 那真的一定会出事 请先全部订完 确认 确定所有的Terms 取消期限跟房型都一样 再去改 因为这个东西入账 是在你入住退房之后的64天内 所以也不会很快 换不换得到 我觉得都还是先佛系吧 因为我现在很确定 我有几笔订单 会改成booking.com 那有些人如果你是玩连锁饭店的话 这个booking.com 或者是agoda 这种OTA 这种第三方订房平台 是不会让你使用汇集的 也不会让你累积SMP 不会让你累积这些汇集的房碗的 所以自己考虑 这种通常我们就会拿定一些 他不是连锁集团的 他本身并没有这种中程计划的 就趁这个时候赶快定 有时候我们其实被 有时候其实我们被这个连锁集团给绑住 那现在这个时候就是解封凶手的时候 结果还可以拿到一些汗沙的里程 那具体汗沙里程 之后再跟大家 如果研究再跟大家分享吧 那总之这个算是今天 我觉得最值得跟大家分享新闻 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些里程特卖 里程特卖这周只有一个很无聊 就是万豪官方卖了一个 加成三成的 那这就不要买 万豪的点数 跟官方买 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值得 有很多很多种的 有很多很多种的买法这样 那我上周其实有讲一些这个里程特卖 那我要这边再多讲一个是 维珍最近有在特卖 维珍大型航空最近有在特卖 然后会特卖到年底 我预计会在12月15号 因为有些人问我 有人问我说 我们在 我有没有 我有没有在卖里程 那因为我刚好 最近刚好需要一点点的现金 所以那一位听众说他要6万里 所以我想说 那我就不如就顺便来解一下我的开卡里 因为刚刚那个万豪卡 不是要刷 要刷3000美金 4000美金 要刷4000美金 总共是要刷12万台币 那时候妈呀 我三个月内有刷12万台币 我还要找地方 我还要找地方去刷很累 所以我想说 那我就不如就拿这个东西来买 维珍航空的点数 所以如果你最近有点数的需求 那不是很大量的 大量自己去买 因为卖这个点数 应该说在官方卖点数都有一种 都有一种急剧 例如说 1万到3万里 它可能只加成20% 然后到最高急剧 像这一次应该是要到10万 你一次要买10万里以上 它才会有这个60%还是70%的最高加成 就是我们每一次讲的加成都是最高 都是最高的情况 那有些人并没有想要买 一次买到这么多 有些人觉得怕贬值或什么的 那因为维珍 维珍是我唯一敢帮大家做的事情的原因 是因为维珍它可以直接转到个人的户头 所以就是说 像那位听众想要跟我买6万 那我就可以直接转让给 我就直接可以从我的里程 我买好之后 我就可以直接分装 分装给大家 我就分他6万 另外还有一个听众 他还在思考他要买多少 因为他最近在旅行 所以他要下周才能决定 那我就把时间切在 大概12月15号 如果你有小额需求 你可以 例如说你想要买个2万里来 玩玩看的话 那就可以来跟我讨论 那我 我这边 对啊 细节在跟我讨论 就这样 那真的大额自己去刷 大额自己去刷 因为其实买都有上限的 所以我也不可能就说 他好像来爆卖280万的VS 没有 我现在库存只有10万 我自己只有10万 那我现在这次再买 大概也是17 20万里程而已 那最总体 我没有办法买那么多 所以你真的有需要 小量 试试看完的话 我们再来讨论 然后这个转 那个转让的费用 就是有一个10块英镑的转让费用 我们是均分 我们是均分 这样 我们就各出一半 就这样 那 维建的好处是 你先转让给别人的时候 他本身 里程就到人家账户里面去了 你不用再透过我开票 你不用再 再怎么样 转让名单都不用 就是里程就过去了 所以这是 我唯一敢交易的一个点 就是这件事情 那 没有就这样 那如果你有 一些点数的需求 你是可以问我 但我不是明着在办这个生意 而且我老实说我的卖家都很 我的卖家都是实价 我的卖家都会是实价 我不会去暴力去赚这个价钱 因为我觉得目前来讲 我觉得没这个意义 所以大部分也是一半回馈 如果有时候你真的有需要的话 我也可以帮你抽抽看 比如说你说你现在要长流的5万里 那就帮你去问问看 如果看身边有没有 就是比较想是怎样 我可以帮你问 那这是一种方式 好 那就这样 这个就是VS 我想说 这个最近有一个 类团购 类团购这样 那在旅游的一些小提醒 第一个是又到年底 所以年底有很多的这种航空报销 或者是 旅程计划即将过期 或者是什么 红尼典说即将过期 大家真的要稍微注意一下 再来是上一周有讲到 HAYA的2024年 跨2025年的跨年房 其实已经开墙了 这上周已经讲了 但我再讲一次 因为我觉得这蛮重要 你可以撑到不少的钱 再来第三点是 这个我们在EP303 有讲这个发行核行的bug票 所以如果你想说 这一集怎么没有跟我分析bug票 你去听那一集吧 但其实那一集也都是在讲废话 也都没有在分析任何事情 然后最后一个 其实我今天想要 原本想要讲一个重点是 如果在社群上面看到 有些人会去照空解 拿手机照空解 我坦白说你是不 我觉得我坦白说是不该的 我先讲 大家听好 仔细听完我诉的论述 不要断章取义 这是人家的肖像权 这是人家的 人家同意你拍你才能拍 这是一个很大的重点 你偷拍 我再来讲说我自己的想法 刚刚那个就是理论上是这样 如果你先偷拍 你就留着吧 你就不要再上传 你就不要再什么 我 我有没有不小心拍到空服远过 当然有 我会把它放在网上 不会 真的是不会 因为 有很多情况 各种情况 比如说 别人不想跟你拍 再来是说 这是很主要 第二个是 别人觉得在工作的时候 这很丑 你要拍你 就是跟我讲一下 我至少弄个好看一点 工作是很狼狈的 没有在那边 推餐车的时候 然后你在那边拍 或者是我住在相亲座上面的时候 可能肉都挤成一团 对不起 我不是在讲任何人 就是任何人做都挤一些肉出来 我不可能 随时保持很端庄这样吧 所以 或很漂亮 或优雅随便 就很难 所以你要拍就 至少拍漂亮嘛 但 拍不漂亮就算你还上传 我觉得这个不太好了 好 那如果你又上传到一个公众的平台 还不是 你说如果私人小账 用IG 可能又还好 这是一种比较急 这比较急 真的 那如果你这些社团 上到这种Facebook社团 就真的不太好 真的不太好 虽然可能有码掉或什么的 还是会觉得 有点 讲难听也就有点足隔 有点足隔 但 我觉得 我觉得我也是一个足隔的人 我被 我被很多IG的人觉得我很足隔 然后都问说 都会问一些不三不四的东西 我有时候也是因为 大家好像很喜欢这样起哄 然后陪大家 就是足隔一下 不是说陪大家足隔一下 就是我会想说 有点 我知道别人就只在乎说 既然你这一般的空烧帅不帅 或者是你这般的空间美不美 那么知道别人想讲这个东西 会知道别人什么 所以我就稍微点一下 让大家好像有点回复 有点 有点 有点开心 有点 或者是觉得说 好像 烧到养醋 但是实际上我并不是说 我要卖 卖什么 我常常会讲说 这般的什么 这个 空姐长得像谁 或者空服长得很好看之类的 但 我并不是说 我真的要怎么样的意思 我只是 想要撩一下 想要撩一下 这个 观众的 感受 这是我自己 我自己在经营的时候 但我后来 我就非常非常避免这件事情 因为 我自己IG 也有空服人员 在 在follow 那我就觉得 好像有点不太好 我不想 我不想 这是我最近在思考 就是 我不想让IG的形象 我不想让IG的形象 变成我的形象 跟着 我不想让我外形的形象 大家真的认为 我是一个这种 竹鸽的人 或者是我就是喜欢拍这种东西 其实 我根本不在乎 而且我可能各位对 我对空少真的是 性质学 我真的是性质学 但很多人以为我对空少有兴趣 那只是 一直有表象而已 只是我觉得这个东西 就是好玩 就是好玩 我不知道当事人拍空姐 她是怎么样 她有说她 好像说她有 征求到空姐的同意 我是不太相信 但是如果她说 空姐同意 那就算了吧 好像就算了吧 说不定空姐是她的有钱 不知道 不知道 所以我就相信 我真的还是建议大家 你在 你在机上拍照的时候 你要拍 就有技术一点拍 当然最好你是应该要问 这最理想是要问 但是谁会问 对不对 谁会问 大家都是这样拍过去 如果你今天不小心拍到人的话 请你不要 请你不要上传 如果你今天是拍YouTube的话 尽量不要拿有人的 因为在很多国家 这是很忌惠 很忌惠 很忌惠的事情 我觉得在台湾还在一个灰色地带 但不会是一个太好的事情 不会是一个太好的事情 建议大家还是 要么帮人家码掉 要么什么的 向清卫 其实是我最讨厌的位置 我真的很不喜欢向清卫 向清卫 会有人不知道 这个逃生门 机上的这个逃生门的位置 有时候空姐就会坐在你正对面 你们想说 哇这个位置好棒 她脚可以伸很长 那是我全机最讨厌的位置之一 原因是因为我要很尴尬 去避开空姐的眼神 然后我有时候脚也不方便 伸很长 因为空姐有时候脚也会伸很长 我会觉得 哇这是什么第二类接触吗 就是你在演ET吗 脚都快要接起来 我觉得其实很不舒服 那我脚就要斜的方 我脚斜的方就 就很怪 我就觉得 反正对面有一个人在看着我 你平常坐那个机唱的时候 就是每个人都往前 每个人都往后这种 你现在有一个人 虽然你知道他也根本懒得看你 但你还觉得很烦 这是我很讨厌一点 那再来就是 那个逃生门的位置 我的小包包 我都没有办法放在前方座椅底下 我就要背着 或者是放在 这个上方行李架上 我觉得很麻烦 我要拿什么小东西 我要拿个充电器 拿什么东西 就是很烦 或者拿烟药水 我就要爬起来 反正我其实很不喜欢那个位置 那总之 向庭座 大家就是要乖了 要乖了 真的 要有一点技术 或者是 就不要这么摆目 这就不用摆目 就不用摆目 其实大家都知道你在拍 大家都知道你在拍 好 那接下来就是这个 听众回馈的部分 那我蛮意外 其实老实说上一周 EP299 就是新闻世博集 43集 我录完觉得 我完全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我就觉得那集我讲得好烂 然后很多打结的部分 今天我觉得状况就好很多 但竟然还是有人 就是有针对这些 这些这个集数的去做留言 我觉得很赞 然后感谢一些订阅的人 有个这个听众叫EL 她说好的 Pocket必须支持 好 非常感谢你 再来是Megan 谢谢小杰分享 后遇两多 认真更新 我其实在后台有看到说 然后第一次付款是失败 第一次付款说 这个更新很快速 对我真的更新很快速 有话很多 感谢 感谢Megan 如果你大家如果在付款上面 有遇到任何问题 跟我讲 你就用IG敲我 就是告诉我 或你寄信都可以 就联络到我的方式都可以 就是跟我讲 就是说 你不想多刷一次 或什么的 其实也可以跟我讲 那我就 就退你 不然怎么样 好 那再来下一个是Angel Angel说喜欢听你的节目 讲知识 谢谢你 其实我最近想要把节目 不要那么讲知识 我觉得好累 我最近想要把这个知识量下调 因为有时候我讲就觉得 就觉得好像 好像在教学校那时候 我讲好累 所以 就知道 我就有病 我就一直想说 再调一下 再调一下 不会啦 最后都这样 因为我毕竟录的节目 已经录了 一年半了 已经一年 就是这样下去 就应该会继续这样 维持下去了 那这个订阅里面 三个有两个明显是女生 我最近的女生听众 是非常明显的 非常非常明显 有在支持 非常非常感谢各位的女性 因为我们的女性听众 大概只有三成五吧 蛮 我觉得可以再多一点 其实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这些女性 女性 如果是30岁左右的女性 她们在广告上面 加证是蛮高的 这些人是非常愿意花钱 忠诚度很高的一群人 尤其是异性的女性 这个具体是什么来源 我就不说了 反正 以一个男生跟一个女生 在广告立场来讲 女生比较珍贵 那就讲这边 然后现在接下来是 抖内的部分 有一个 史诺 史诺口小姐 这是我帮她化名 因为这是她ID 史诺口小姐 她的抖内 她的抖内绿介 她说线上对小姐的感激 节目里面找到好多好料 小杰真的无私分享 然后夸号 可恶临时想不出来 有梗的留言 知道等下一次 抖内再留了 非常的好 就是继续抖内 继续留言 我希望你每一次都想不到 你要留什么 我现在是不是露出恋财本性 没有本来就很恋财 其实 我人生一大乐视 就是赚钱 所以如果能够做节目 又可以赚钱 又可以继续分享 这是最好的事情 但不强求 不强求 感谢这个 史诺口小姐 AKA VS团购组之一 就是你要来买这个里程的人 我觉得蛮好的 因为 就是他主动跟我讲 主动跟我讲 他自己需要六万里 而且他态度超级超级好 我就想说 那我下周再处理可以吗 我说 没有问题 不急 我想说 开票人都不急 怎么回事 感谢 我这边多准两句 VS 今天这一集 其实我讲到说 他对Delta是贬值的 其实我自己也想说 会不会对华航也会贬值 所以任何里程 我都不建议大家买过多 或者是囤 这也是我愿意帮大家 去做分装的原因 就是我也不建议大家买很多 但是也有人 有另外一种 不能说反面意见 也有人在兑换票的时候 因为他跟我频繁的 来往信件 有人直接用信质 来问我问题 他就遇到一个问题说 我现在也没有里程 当我要换的时候 我看到票的时候 我又没有里程 我要等里程进来 那这要时间 会不会我里程进来的时候 就没票了 那如果先买好里程 会不会他开放票那一天 最后也没有票了 所以其实里程 就是一个很尴尬的 因为他风险很高 你如果先有有里程 他就会贬值 如果你后有里程 他有票很久不见 这真的是一个资本游戏 然后说里程是一个资本游戏 你会觉得说 他可以省到很多钱 但是那是极聪明的人才能省到钱 那是极熟悉的人才能省到钱 在很多很多人情况下 他有很多里程 或是有极万里 但是他都不知道怎么用 他最后只拿去 机上免税滑掉等等的 所以我当然努力在做这种 谜评资讯落差的事情 你也可以直接问我 因为目前来讲我的 对节目热震还很高 所以我都还会回复所有的人 那如果你有这种感 你懂那感谢这种 我是绝对绝对会 绝对绝对会帮你的 但总之他就是 这是一个互助 这是一个互助 觉得是很好的 毕竟在外面这个服务也是极度贵 这个就不多嘴 那再来是五星留言部分 那有一个听众叫小鹿 小鹿针对EP302 就是我比较 一某的那一集 说小杰你好 听完这一集 信有七七一 我也是觉得朋友重职不重量 基本上现在还会联系的朋友 都是相处 起来舒服的 生活是自己 有时候不要太在意别人 想把自己看见最重要 希望小杰能继续分享实用的资讯 挂好某某听你加油 其实302那一集 我录完之后的心情就非常的好 有时候我觉得我把垃圾倒完了 我就觉得蛮好的 所以其实我到现在 大家应该听得出来 今天状况算是 比那一集来得好很多 那我真的是把垃圾倒完 我也觉得好像有理出一个头绪 其实有时候也不是说 朋友做我错了什么事情 或我做错了什么事情 真的是舒服就好 那顺其自然 我觉得就这样 也是做节目跟很多事情 我觉得我们很多东西都已经在强求自己 我们要努力的变成工作 希望你的样子 你要是一个正常人 你开会一下人模人样什么的 我觉得在私下 我就不想花那么多能量再假装 尤其我就是一个很难假装的人 那如果真的不合 或者是让我太 fair now 要怎么讲 这是我也是听了 阿改某一集里面讲 就是很内耗 就是你觉得 虽然这个友谊可能很不错 或者是这个人很好 很有价值 但是如果一段关系 让你不断的在思索说 不断难过 不断不舒服 那绝对是有问题的关系 是时候断舍离 但是也不代表说 两者都是一个不好的对象 不好的朋友 不好的关系 不好的另外一半 其实都不一定 真的都不一定 有时候就是拉开距离 有时候反而比较漂亮 真的 那我再差出去讲一点 其实是新闻 但是我不知道 我们今天这期 讲非常多自己的事情 就我自己也有一个对象 他的所有的条件 都是match到 我如果去月老拜拜 一定就会长这个样子 就是一个真人出现了 但我们在相处的时候 遇到非常非常多问题 在沟通的时候 有巨大的鸿沟 但最后我们都可以沟通 沟通完之后 会有很大的情绪起伏 情绪起伏完之后 我们可以和好 但是过一段时间 又会继续的这样子 需要很大的沟通 但是这样子 持续一段时间之后 我就在想说 到底要怎么办 到底是适合 其实是适合的 所有的条件 其实都蛮适合的 好像什么东西 我们都可以接纳彼此的东西 但是就是 这个相处的过程 让两方都太痛苦 所以后来就分开 就是真的最后还是 相处 相处是舒服的 最重要的 有时候那些外在 或者是你今天去月老 去学的那些东西 我现在觉得是其次 老实说 我现在觉得是其次 因为你要调 你用条件论的话 条件更好的也很多 那是不是这个条件 以上都是你的 都是你都可以碰到 或是什么的 我不知道 就会觉得 实际上好像 真的没有绝对的事情 那总之生活是自己的 其实这些道理 我们都知道 最可怕的就是 这些道理 我们大家都知道 但是我们真的在生活的时候 就会不断的做错事情 或者做到 我知道啊 但是 那就做别的事情 所以就不断在提醒 不断在告诉自己 不断透过跟自己聊天 在录节目的时候 去反除这件事情 然后去理到一个头绪 然后那个头绪会觉得 哇 开心 今天这一集 迟了 有些我有放上来 有些我没有放上来 那很感谢 有些人真的喜欢 这些技术 因为 这些很阴谋的东西 我真的不 放下来是很可怕的事情 就是你会觉得说 好像会被攻击 或有人觉得说 你就是懦弱 你就是脆弱 你就是怪人 你就是急疤 或是会不会当事人 听到觉得说 所以你是这样想我的 但其实不是 我整体都是在讲说 我整体都在 都在检讨我自己 我不在检讨任何身边 其实我知道这些人 对我好 我才会继续 跟他们认识下去 如果这个人真的很差 连开始都不会开始 连思考这件事情 都不会思考 大家懂我意思吗 就这样 然后下一则 最后一则五星留言 是这个 我叫她S姓的姐姐 其实她是之前 好像每一集都有 留情跟斗内 她说小杰 我是S欧巴桑 关好不止里程 饭店区域也是新手 这一集的新闻内容 一样杂实丰富 谢谢你 明年初有几个旅行 意思是想挑战90天的 16万万毫白金会集 我查相关的活动 申请其实日期是12月31号 我最后一次入住的时间会是明年的3月28号 请问我该在何时提出挑战申请呢 好我坦白说 我应该是有IG直接私讯你讯息 因为我应该知道你IG是谁 那我有直接私讯 但你好像没有回 那我这边再回答一次 如果你最后一个日期是3月28号的话 底顿上你就应该要在3月28减90天 那天去做申请 那我应肯要去计算一下 但是我如果是你的话 我会在12月31号当天打电话进信 跟他讲说我要做这个planet challenge 然后直接去做 那为什么不在2月或者是1月 因为这个期限他说到12月底 虽然他每一年都有延续 虽然他每一年都有延续 但是我没有办法赌上 如果没有延续的话会怎么办 所以我只能跟你说12月31号 但是他通常都会延续 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不是非常非常的难 那我建议你要注意的一件事情是 3月28号是你最后一晚入住 那最后一晚入住 你可能是入住一天 可能是入住一周 那如果你真的算一算 发现说好像没有办法 我一定要在12月什么20号去做申请 最后90天的最后一个期限 可能会在3月20号好了 不要3月25号好了 只要25号 但是你最后一个入住 你最后一段入住时间是 3月20号到28号 这个你都住同一间 都住同一间 这我们叫同一个stay 这种同一个stay的情况下 你check out的当天 必须一定要在这个里面 一定要在你的90天的挑战里面 白金挑战里面 如果 我先讲 我先讲结构好了 你这个stay从3月20号到28号 这几个房碗 它入账是以3月28号去计算 所以如果你90天挑战 在这个之前就已经消失 或在这个之中就已经消失的话 你的房碗是不会列入的 你的s或者是你的stay 或者年代都不会进去 大家懂我意思吗 你这样懂我意思吗 很复杂 所以如果你的最后一个房碗 它如果另外一个可能是你只有住3月27号到28号 那很简单 那顶多你这个期限过后 你可能就miss掉一个 miss掉这个3月28号这个房碗 没有关系 但如果你最后一个房碗很不幸的是很长的一个房碗的话 那我会建议你 我会建议你这个钻条 这个白条时间把它往后拉 拉到月后面越好 虽然跟你讲这12月31号 但10月31号加90天是几号我也不知道 你就自己再去算一下 我怎么算都觉得好像 1月31号 31天 2月28 但我不知道明年是run还是没有run 就是当初run好了 29 这样子 这样子 这样子60天 60天 然后3月28号 够啊 刚好够啊 完全够啊 所以 对啊 31号就三点就好了 然后跟他确认一下这个时间 然后跟他确认一下这个时间 那 我前面讲的都不用理我了 就不用理我 因为你时间完全是够 那我还是建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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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在做钻条的时候 你打 你会打电话进去 你打电话进去的话 他不会给你任何 他不会给你任何的一个通知 或者激进口 你说你正在参加钻条 白条 就是白金挑战 白金挑战 他不会有任何的信件 所以你讲完之后 就挂电话 然后你就觉得 我刚刚有打了个电话吗 这样 然后你在那90天里 你会非常非常的 想说 我现在到几晚了 我到几晚了 不会有人告诉你的 你真的 你自己要算好 不会有信 不会有app 不会有任何东西告诉你 所以 你白条完 持六晚到 就 就会马上升上去 所以 一些分享 还蛮 还 算恭喜你吧 总算是要入坑的 虽然 虽然说白金其实也是到处都是 但至少你是一个开始 而且 你在我们节目完全没有讲 像搜寻到这个东西 找到这个资料 那你跑完之后 就也算是晋升的高考行列了吧 对不对 但就是加油啦 如果今天如果这个资料完结束 你可以再考虑说 你有没有要继续 资料完 跟着白条完 白条完应该就会有一个 一年的会期吧 然后这一年的会期 你可以一路到2025年的3月 如果没记错的话 那就至少玩个一年 然后营救一下万豪的一些系统 如果你有问题就再问咯 感谢这个 S信姐姐 刚刚就 等于算是补充啦 对你没有影响 但是就补充 SMP的一个概念 然后我刚刚一直讲资料 是因为 希尔顿他有这个钻石挑战 比较就是以前 以前很多人都去跑这个资料 但因为这个现在 万豪的白金挑战是比较少人 我想说你怎么会知道这件事情 其实现在比较少人去做白金挑战 不过也是恭喜你咯 总之有问题再问 反正现在就是一个服务形态的podcast 希望大家会喜欢 如果你喜欢这一集 或者是觉得这一集不错的话 你可以去听前面几集 或分享给你这些有兴趣的朋友 我们之前有非常非常多集 所以我们聊很多很奇怪的事情 今天这集比较阴谋一点 主要还是感谢支持的人 其实还有一些支持的朋友 或者是理解我的朋友 有些人没有讲 但是其实他们都理解 还有会员的部分 就是如果你有订阅的人 我们这一周会开始祭出一些东西 恭喜所有有参加我要抽奖的人 你们全部都中了 就是人人有奖 大家就准备 如果你有听到这边 你还没有回我你的电道店地址的 麻烦给我赶快回 我希望这一周可以赶快寄出 我下周就可以去东京过圣诞节 希望可以在圣诞节之前 把东西都寄给各位 详细就不多说了 感谢大家 我是小杰 我们下期见拜拜